大家好 又是心靈加油站的時間 雖然我們的題目叫心靈 不過有時我覺得我們的腦袋都要清醒 為甚麼這樣說呢 在這幾個月 香港出現了很多很多不同大小種類的騙案 包括WhatsApp要你驗證 你一驗證就有甚麼木馬程式 拿了你的資料 亦都包括稅局的稅單 聽聞信封都不同顏色 我未弄清楚甚麼顏色 你上網去檢查一下 要你填一些資料 亦都不要隨便地填 當然還有騙案是打電話給你 我家就試過接電話 有一個速遞的郵件 要我輸入身份證 我一聽到身份證 我就說沒有了 就馬上收線 後來才發現真的是騙案 也有些我聽聞 上到家就說 你是不是訂了這架吸塵機 又或者你是不是訂了一箱紅酒 所以我最近再三交代 我的菲律賓姐姐 就說我甚麼都沒有訂 你不要隨便開門 當然還有一些更令人驚 就是煤氣公司 假扮他們的工人進來 或者假扮郵差 那些衣服都很像 所以我跟菲傭姐姐說 你如果真的要跟他們聊天 到門鐵閘記得鎖好 然後隔閘聊天 千萬不要開門讓他們進來 因為任何事情都可以是危險的 我在想為甚麼會有這麼多騙案 當然你可以說經濟不景 日子艱難 又或者國內的騙案下來了 我覺得很多事情都跟我貪念有關 就是無緣無故會有雙紅酒 又或者你覺得有些人叫你 如果驗證了就有月餅送我 聽聞一下 那你當然想想 無所謂 我不如給他一些資料 那現在這些貪念 就千萬不可以了 第二件事 是利用人的不信任 不信任 就甚麼都要驗證了 所以我收過不同的郵件 譬如告訴你 你的Yahoo電子郵箱 現在要重新驗證了 你的WhatsApp要重新驗證了 我曾經上當的 我記得有一次我的iTune 就收到一封的電郵 那個電郵的格式 跟iTune是一模一樣的 他就叫 現在所有東西要重新驗證 請你輸入你的密碼 那我輸入了 又請你輸入你的Visa 我又輸入了 請你輸入你的Visa的驗證碼 我也輸入了 然後我去了新加坡旅行 我記得第二天起床 心有不安 不知為何覺得很不妥 那我便立刻打電話 長途電話去Visa那裡查 發覺被人花了一萬多元 完全不是我簽的單 那便立刻停了他 很感恩後來都追得翻 那我後來想一下 人是利用甚麼呢 就是我們彼此之間的不信任 要你不停驗證又驗證 所以現在呢 所有的驗證 其實就是不用驗證 不知大家明不明白 總之任何東西叫你驗證 你都千萬不要驗證 否則呢 就墮入了那個圈圖裡 那當然 另外一些方便 就是這些騙案求方便 他叫你不用上去的 我就會送到你的面前 有很多朋友都說 那怎麼辦呢 那是否甚麼都不要試 甚麼都不要做 甚麼都不要按鍵 我說不是 一來我們要留意時局 我覺得騙徒比我們更加清楚時局 就是中秋 他會跟你說中秋月餅 我們真的要留意新聞 不要說甚麼都不看 甚麼都不理 不問世事 第二呢 總要認識一兩個 是在這方面很有研究的朋友 特別是網絡保安 那出甚麼事呢 有甚麼電郵來 我都會打電話問他 因為曾經有些Whatsapp說 你現在如果不驗證 在七天之內 你的Whatsapp就會沒有了 那我當然害怕 於是打電話給朋友問一問 那這個朋友是熟習這方面的話 我覺得他的建議都是可靠的 不過我經常都覺得 現在這個世代比較險惡 雖然我們經常都說 心靈加油站 不過今次這輯呢 都跟大家說一下 要聰明一點 千萬不要像我這樣中了計 被人說驗證 結果自己 幸好沒有不必要的損失 但都嚇了一場 那就無謂了